威威中华 浩浩齐黄 数千载传承不绝 远远流长 古籍文献是中医药历史长河中的瑰宝 历代一家的智慧结晶 源至秦汉 尽至明清 中医古籍 浩若烟海 如何去挖掘这个伟大的宝库 是当代中医药人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西安市中医医院时间于1955年 是全国最早建立的省贵城市中医医院之一 历经一个甲子的新活相传 两次整体搬迁 已发展成为一所名医汇萃 中医特色突出 综合实力行后的三级甲等中医医院 建院医师 医院曾汇集了以景深浓 神返白 麻瑞亭等为代表的西安十大名医 为医院走突出中医优势的发展道路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 杨振老院长 孙下期教授等一代代民宿 服务临床的同时 在中医古籍文献研究上 也取得了骄人的成就 新西硕的成立 是那么中医修术史项研究进一步提稿的需要 也是那么法战中医修术史项的一个重要的真谛 它还是我们中医院培养研究人员的一个重要的培养基地 还是我们紧后咱们医院各级大夫 各级专家 向咱们商级或者中养审请中大项目的一个重要的依据 我相信我们当代中医人能把这些宝贵的精华 很好的传承下来 发扬光大 更好的服务人民 我记得有一会 半夜12天下班了 往我家走 从医院到我家再招大寺 就是大概一厘多路吧 一边走 那是鲁康人烧 一边走着 一边还想这个 在教堪的时候拿一个名词 对不对 这样解释 还有些姑娘识 一边走着 一边想着 走着走着把门都做错了 有过这么说 那可以说也一几日 总算是五年之内把这书完成了 孙夏熙教授在中医古籍教刊方向 取得了卓越成就 《黄元玉》系列医书的出版发行 在全国授起来 学习研究和应用皇室医术的热潮 为传承中医古籍文献研究优良传统 助力医院新时期医教研协同发展 经过长期周密的筹备 2021年11月9日 西安市中医医院 西安市中医研究院文献信息研究室成立 相信该研究室将为医院的学术水平的提高 和人才水平的提升 做出更大的贡献 热烈祝贺西安市中医医研究院文献信息研究室 今日把牌成立 我们当代中医人 有责任承接前辈的光荣 在古籍研究上 有所作为 有所突破 为中医医师业的发展 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走进古籍 感受长河浩梁 面向未来 传承中医国会 当代中医人 正在努力地做好 整理挖掘 守正创新工作 为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